就燈姐是三月多的時間 所以我還有一些時間可以去想 然後去準備 一月多會有新歌 然後今天也會有新專輯 所以我很開心可以在燈姐 寫我唱我新鮮的歌 好久不見的創作精靈百安 六號出席台北燈姐記者會 宣布要推出新單曲啦 至少快樂傷心我自己決定 說你我說就讓他去 我知道潮落之後一定有超級 有什麼了不起 白安日前擔任師兄五月天 好想好想見你演唱會跨年嘉賓 合唱令星嗨嗨 讓人重新品味他空靈純淨的嗓音 讓我們透過中天娛樂頻道 再一次回味啦 2012年以麥田捕手 首張個人創作專輯 以空氣搖滾曲風 和特殊唱腔大受好評的白安 更登上各大音樂排行榜的第一名 很多人以為白安是來自海外 但他可是駕槓的台灣狼喔 16歲在網路創作平台 Street Voice 發表多首音樂創作 2008年在簡單生活節演出 被音樂大師李宗盛挖掘 這回他宣布要在台北登節3月2日 演出新歌 聽創作的白安壓力大 居然靠大吃宵夜 嗑泡麵和水餃 卻還是纖細到爆表 真是讓人羨慕嫉妒恨啊 最有趣的幕後互動 都在中天娛樂頻道 打開YouTube搜尋中天娛樂頻道 按讚訂閱加分享 還要開啟小鈴鐺 精彩新聞不漏結 按讚